看你们这个样子 谁还敢对婚姻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信心啊 没啦 你不会那么年轻啦 台湾家庭样貌在舞台上真实呈现 这是绿光剧团 人间条件6 原定今年4月加演 受到疫情影响 延后到8月 没想到 祸不单行 6日清晨 工厂又遭逢祝容 道具不仅 复之一具 损失超过5000万元 尽管面临巨大挑战 但巡演将如期举办 但是我们会想办法 用各种方式把那个布景 再重新弄回来 就像吴鹏凤在那个MV里面 票我们一张一张 分一支一支要定 我们的票呢 也是一张一张的在卖 直风车团队今年上半年 取消94场演出 收入减少约6000万 但每个月基本开销 就有500万元 承受极大压力 如今随着台湾大解封 一波活动终于能重新站上舞台 明华园总团也将在东午廉价 解封90周年压轴代表作 大和谈剑 要重新找回观众 文化部鼓励各剧团重启 但宣传照 粉专贴出高棚满座 却是满满的部长黎勇德 被酸 新部长浩大喜功 根本就是美术灾难 还有人发现放大来看 居然还有断头 超级惊悚 从新开始士气跟信心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对立光跟指纹 我想对全台湾的所有剧团 通通都一样 我们都希望下半年的时候 音乐会也好 剧团的演出也好 票都可以卖得很好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一问活动 力拼回到轨道的同时 也让民众已经闷了大半年的心情 有了调剂舒缓 怀孕新闻杨阁张正豪台北报道 好